作词 李宗盛 是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 我的父母呢 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他们对党的那种信念 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来讲 是一个最好的宝仰 包括对我的 咱们这老年人了 我已经70了 也是一个信念不断坚定的过程 对国家将来的 基业的稳定也是非常有利的 一年之前你是建党九十六年龄 他们是建党不是的 那么实在呢 我又在2020年 看到我们这个行星的当中 我觉得十年过得是很快的 但是我们当时的成长 是一样的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挺振奋的吧 也知道当年创建这个国家 和这个党的一些不容易的 它是一个大的历史洪流 整个人为这一个时代的 因为它有一些当时的一些政治环境 当时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压力 包括一些特别要负责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那他们能在这些环境下 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 那一期我觉得是特别让我感动的那个点嘛 那也是九三学舍的嘛 九三学舍曾经也跟中国共产党一起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历史语客 那也一直叫相伴一起携手走到了今天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全国人民一起 各个党派在一起 能够为我们未来的那个百年能够付写新的篇章 能够实现更多的愿望 能够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立和自强